向远把林青青架空了,她把所有的项目都分到邮志他们手里,林青青每天比李永彪还闲,这个月工资却照常不误地发到她手里,而且还是整个技术部门除了向远之外最多的人。 向远以前当组长的时候,有时候工资也会比邮志他们几个不带项目的时候少点,所以组长不一定工资高,大家争破头也要当组长是因为有工资系数,年终奖比普通员工会多一倍左右。 但林青青这不干活还拿钱的状态,日子一长,闲话就多了。 林青青是傍上什么大款了呀? 还真是关系户啊,我以前还觉得她挺单纯的。 天天不干活还是钱拿,太爽了,向远他们也太可怜了,累死累活拿到的钱还没她多。 林青青第二次找上向远。 那时,向远跟陈叔在天台抽烟,林青青推开天台的门,朝他俩过来。 向远跟陈叔彼此互视一眼,然后慢悠悠地转过身,拿背抵着栏杆,陈叔不说话,在一旁沉默地抽着烟,向远则是把手抄进兜里。 淡然一笑,看向对面永远穿着泥大衣和黑矿镜,看起来纯真又无害的林青青。 林青青很冷静地问向远,要怎么样,你才会劈? 向远笑了下,人舒服地倚在栏杆上,跟陈叔要了支烟,一点不着急地点燃,吸了口,这才看向她,是我高估你了,我以为你还能再撑几天。 林青青表情未变,她本来就不太笑,却也看不出任何慌张,自始至终都冷然地看着向远,我只是想辞职而已。 向远吸了口烟,烟雾弥散,眼神似乎潮了下,心不在焉地说,想走啊,可以。 一旁一直没发话的陈叔,听见她这云淡风轻的口气,抽烟的手一顿,下意识转头看她一眼,似乎没料到她这么好说话。 向远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林青青,联系上面这个人,她会告诉你怎么做。 林青青伸手接过,向远又无所谓的笑笑,你完全可以拒绝的,我不强迫你辞职信,那就半年后再批了。 毕竟公司的合同标准是半年内提交辞呈。 那徐燕时? 徐燕时能做的事,不代表你能做因为他行的正,做的值,从来不做亏心事。 为公司尽心尽力,你做了什么?黎沁是不是过河拆桥,不愿意帮你了?不然你也不会再来找我不是吗? 林青青心下大害,脸色霜白。 天台上风大,黑色长发被风刮到脸上贴着。 缝隙间,她看见向远吞云土雾间,身段,脸蛋,都是女人中女人。 可这做事手段,却凌厉地让她第一次心生惬意。 她好像太低估她了,可又觉得,她的举手投足间都有徐燕时的影子。 她低头,心如同被挖空了一般,猝不及防往下坠,此刻真是亡羊补牢,为时已晚。 起初以为向远只是个富二代,看她什么也不懂,觉得也应该是没什么脑子,谁知道。 后来跟着徐燕时,学会了编程了,看懂了各种数据表,一路飞升,甚至比徐燕时升得还快。 说实话,她心里当然不服气,但后来才知道,向远身上那股子自信和聪明劲是她学不来,也永远都无法超越的。 这个姑娘除了外表,好像哪哪都看起来挺普通的,但是,一身骄,发现她哪哪都比一般人强,学东西快,又调皮,跟男生也玩得开。 她一开始,其实很喜欢她,相比较跟淫淫淫那种,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不知道从哪来的优越劲,向远是有教养的。 欣赏归欣赏,但在职场上,谁不想往上爬,更何况是她这么一个没背景没条件的小姑娘。 在这么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染缸里,她唯一能做的事,便是抓住自己眼前的每一个机会。 所以黎沁找上她,并且承诺给她副组长职位的时候,她几乎是没有犹豫。 这样的事,她不是没有做过。 早在大学的时候,她就懂得这个世界上等价交换,能量守恒的定律。 所以对她来说,也没什么难度。 甚至在李池被向远开除的时候,她心中也毫无波澜,这个世界就是这样,弱者就应该被淘汰。 距离年关放假还有五天,公司里人心涣散,大家都没什么心思要上班了,全翘着二郎腿在等放假。 黎沁这几天,觉得儿子有点奇怪,晚饭也不吃,一问,小孩心不在焉地拆着变形金刚说, 这几天都有姐姐来带我吃饭啊,不是妈妈你让她来的吗? 黎沁心头一跳,什么姐姐,妈妈什么时候让姐姐来带你吃饭了? 小孩奶生奶气地给她娓娓道来,一个很漂亮的姐姐,说话也很温柔,昨天带我去吃肯德基, 今天下午,我们去吃了必胜课,她说明天要带我去洗洋洋牛排。 黎沁顿时心里一阵咯噔,太阳穴跳得直抽腾,她过去把电视关了, 然后一把夺过小孩手里的玩具,丢到一旁,捏着儿子的肩,一本正经地一字一句问道, 小萱,你告诉妈妈,来接你的姐姐长什么样,叫什么名字? 小孩哪记得,要是姐姐不来找她,她也认不出来人家,见妈妈这么严肃,小嘴一撅,挺委屈,我不知道,她没说名字,但是说了是妈妈你让人来接的。 一问三不知,黎沁灯时火冒三丈,音量差事拔高,我不是让你不要随便跟陌生人出去吗? 小孩一听,愣了三秒,忽然眼睛一闭,开始哇哇大哭。 黎沁又心疼,头发地看着自己儿子,生着孩子,他受了不少罪, 每每只要想到当初自己受的罪,就恨不得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。 所以,他对儿子格外溺爱,要说他这人,唯一的弱点就是儿子了。 第二天,黎沁找人看着小萱,但儿子口中那个每天带他去吃好吃的姐姐并没有出现。 后面,一连几天,那个神秘女人都没有出现。 黎沁抓心挠肝,方寸大乱。 他如忙在背,坐立难安,锁上办公室的门,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打电话给杨平山。 他吻了吻心绪,声音却还是止不住地发抖。 平山,我们可能被人盯上了。 上海,静安。 临近年关,城市车辆渐少,树枝上也都密密麻麻地挂上灯笼,外滩红彤一片,年位还挺足。 新项目签完,徐燕时公司7788都走得差不多了,就剩下徐燕时林凯瑞和碧云涛几个再给公司守门。 这晚,在陈锋家里最后一顿年前散伙饭。 陈锋老婆专门研究日料,桌上也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生鱼片。 林凯瑞弄了片三文鱼,站着芥末塞进嘴里,表情争鸣地看着徐燕时,你什么时候走? 徐燕时不太喜欢吃日料,只记得向远很喜欢吃,被芥末呛出眼泪,还跟个二愣子似的乐个不停。 她当时给她擦干净眼泪鼻涕,很不理解地靠回椅子上说,这么呛,还吃。 她当时就说,芥末是一种很好疏解情绪的东西,比如,你想哭,哭不出来的时候,就可以吃这个,这样别人就不会觉得你是因为难过才哭的。 后来她知道,她跟离亲的事情。 徐燕时抿了口酒说,不知道,等她放假。 林凯瑞嘖嘖两声,两个人真是没意思,什么事情都要征求对方意见。 陈锋披她,酒杯撞了下徐燕时的,别搭理她,她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 徐燕时笑,也毫不留情地附和,也是。 酒桌上气氛酣畅,轻松和谐,话语间虽然不给彼此留面子,但这种闹哄哄又完全不计较,了然一乐的气氛实属也难得。 别说在维林那几年,这近十年都没这么轻松释然过了。 陈锋说,你技术总的位置不找了,想等小叶回来。 林凯瑞催了声,放屁,年后再找,我等个屁他。 陈锋跟徐燕时又默契地干了一杯。 徐燕时干完,陈锋妻子上了点水果,她笑着看向徐燕时,小徐有女朋友了。 徐燕时点头,是的嫂子。 陈锋妻子惋惜壮地看着陈锋,不然就把我妹妹介绍给她了。 林凯瑞不服了,猛拍桌子,嫂子,这就是你的不对了,你怎么不介绍给我啊? 陈锋妻子一笑,得了,介绍给你我怕你带她去夜店小徐这样的,才看着靠谱。 一伙人说说笑笑,酒聚散了。 回去的路上,碧云涛开车,林凯瑞和徐燕时坐后座。 睡得迷迷邓邓的林凯瑞忽然看着窗外的夜色,冷不丁冒出一句, 对了,你女朋友那件事,处理怎么样了?还需不需要我找老王他们商量商量? 徐燕时没具体跟林凯瑞说过林青青跟向远的事情。 只不过是那天恰巧,吃饭的时候,听见林凯瑞提起来,最近又有个人从维林辞职, 在到处投简历,上海那边IT圈就是个树脉,林凯瑞则是站在情报网的顶端,底下动一动。 她几乎都知道,各家招人也都会互相通个气。 林凯瑞这人手段多,徐燕时还没发话,自己已经自作主张给林青青摆了这么一道。 所谓的下家,不过是个幌子,林青青要真从西安辞职了,就彻底成为无业游民。 我最看不惯背叛者,她如是说道,不管感情还是工作。 徐燕时则是望着窗外浮尘闪烁的星火,一言不发。 黎沁这几天仍是提心吊胆,心里像是悬着个水桶,七上八下地晃荡。 杨平山那边,最近也遇到了麻烦,没多余的闲心管她跟儿子的事,颇为不耐烦地安慰了两句,就匆忙挂了电话。 黎沁头疼地靠在椅子上,不停地揉太阳穴,心里像是空了一块,没有安全感,紧接着。 几秒后,她大约是想起来,默然睁开眼,打开电脑,调出向远的档案照片,用手机拍下来。 晚上回到家,把照片递给小萱辨认,是这个姐姐吗? 小萱仔细辨认再三,摇了摇头,笃定地说,不是她。 黎沁心头的大石头似乎放下了鞋,松了口气。 那就好,那就好,那就好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